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都不敢正面回应的基本法委员会成员 当然来到这里还有一个副主席谭卫珠 珠姐 你看她的样子 我很少形容她的 因为为什么呢 看到范太虽然她的心肠恶毒 但是面容和善 这个真是典范 为什么呢 她出卖她自己爸爸徐大通 出卖国民党 那我就只能够这么说了 第二当然就是范徐 即是谭卫珠 谭卫珠的样子 你告诉我 什么叫做衰无过犯 面目可真 这个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认为你的样子是没错的 是不是 你不能够糾正我 我忽然看到你的样子 我想吐啊 她都没得留下 即是说 由97年这些人 一路顶着中国共产党 现在习近平 叫你们全部回去收档 你说不是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 他们要退休就九年了 那为什么还可以做呢 其实 就是你们还有用 现在今时今日爱国者治港 香港再不需要一些声势力竭为共产党保价护航的人 那你们的利益就必然没有了 我们经常都说 因为有反对派 你们才有生存价值 但是当你们已经把反对派都打完了 这样 香港根本上不容许有第二种声音 全部都已经回去睡觉了 那你们的价值在哪里 这样 必然就看到过去出来 嘻嘻嘻嘻嘻 还可以说两句的东西 继续说 但事实上不单是他们的 例如好像张志光啊 这一大集 现在除了一个刘少佳之外 基本上他们都已经全部消声匿跡 而刘少佳出来说话 是你们的人访问他 因为他每次问完他之后 有这么权威的人出来说 是不需要再问他们 那当然了 在整体来说 你们连报道价值都没有 没有反对派 你们根本上是什么都不是 你们就是依附有反对派才有得干 才有荣华富贵 因为今时今日没有的话 那你们真是算颇充 七日之前 看到这几段新闻 心是有点开心的 开心是什么 熬到老了 早点告老贵田 朱姐 有空陪陪你大陆那些 那些全民的 那些小鲜肉 开开心心就好了 是不是 还搞这么多干什么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加入会员和比赛 大陆那些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